诗篇第六十四篇 神啊!我哀诉的时候,求你垂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,脱离仇敌的恐吓 求你把我隐藏,使我脱离恶人的阴谋 脱离作孽的人的扰乱 他们磨快自己的舌头,如同刀剑 他们吐出恶毒的言语,好像利剑 要在暗地里射杀完全的人 他们忽然射杀他,毫不惧怕 他们彼此鼓励,射下恶计 商议暗设网罗,说 谁能看见他们呢? 他们图谋兼恶,说 我们设计了最精密的阴谋 人的意念和心思,实在深不可测 但神要用剑射他们 他们必忽然受伤 他们个人反被自己的舌头所害,必然跌倒 所有看见他们的都必摇头 众人都要惧怕 要传扬神的作为 并且要思想他所做的事 愿义人因耶和华欢喜 并且投靠他 愿所有心里正直的人都因他夸耀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